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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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喜歡每次回自己家鄉的時候 山上突然會出現很多建築物 而且跟我的小時候的想像完全不一樣 然後也會覺得好像這邊的族人 他們也住得也非常不舒服 因為很多外地人到那邊買土地以後 就用圍欄把它圍起來 其實也蠻不環保的 我經常會看到兔子卡在那個圍欄上面 就這樣被塞死 其實很多原住民就是這樣 在機械上有困難或怎麼樣 土地就這樣讓土地出去了 然後後來這個土地一旦賣出去之後 永遠也買不回來 因為它可能只為了幾十萬 可是人家設定了好幾千萬 怎麼可能買回來 變成由南到北 我們的土地就是這樣大塊大塊的流逝 每一個原住民族群對土地 我們都必須要友善的對待 它是我們生命跟家族的一個成員 當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認知跟深切的感受的時候 我們回到現在的場景 是問我們原住民所持有這些土地 從南到北從東到西 可以開發地用的觀光發展的地段 哪一個不是財團在那裡蠶死侵吞 原住民的保留地周邊到處的不是國有靈邦地 就是這個重要積水區 要不然就是國家公園 那麼或是山寶地所限制的 所以在層層都是限制下 就像是我們原住民這個守戀民主 認為說都是陷阱 因為有非常多的族人說 已經入圣林或是河川地 主要河川地或野溪 怎麼使用怎麼開發 像三家律師在講的南部的 多少年來主張持有土地 種梅樹也被採法 從8萬到15萬到30萬不等 這個超限利用 所以在原住民的概念來講 怎麼到處都是限制限制 那麼到處限制之下 他認為這個在自由市場的競爭度 這個土地是死地了 再來就是原鄉的產業政策的失敗 再來就是原鄉的土地政策失敗 再來就是森林的林業政策的大失敗 因為林務局是最大的這個盜領集團 那在這樣的一個共犯的結構下 我講的是共犯是在於是共同利益 在那裡與其與求 在吸取這個土地的真正的核心價值 是有利會晚這個法律的 所以原住民認為說我持有這個幹嘛 我這個土地拿來當作武董來展覽用嗎 所以在孩子結婚 甚至說小孩子要救血 再逼不得已 這些財團都會透過在地最熟悉的 或說有些是明代的 有些是會這個 當然不影射 會了解的 就當作是土地前客 在那裡穿陣影線 然後在那邊做整個財團 而不只財團還地方的一些政府 大開那個方便這門 所以為什麼 這個三地保留地管理辦法 早期的三地保留地管理辦法 從三 主要的母法是三部地保留令條例 三七條延伸出來的 那麼它是保留給小原住民嘛 但是三家律師也就保留地有在講 那為什麼之後又再修地為開發 三地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之後三地變成是原住民 為水而開發 為水而設定定定開發辦法 所以這些都是 我們用七概去想都知道了 所以你看整個台灣在原住民環 這個原住民的地區裡面 哪一個不是大財團在那裡開發的 而且還用是都市計劃 在最偏遠的地方還用都市計劃現建 我住在桃園縣福音鄉拉拉山 栽種水蜜桃那邊有數十棵千年巨木 那麼有現建都市計劃現建二十年 我們原住民在山上蓋個那個公寮 說是超限利用 我們的公寮全部都被拆喔 但是財團在那邊蓋了十二十層樓 卻沒問題 卻用都市計劃在最偏遠的 在桃園新竹台北這個四個縣的 這個高山上用都市計劃來限制原住民的發展 然後讓財團開放院之門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非常掉本 而且這個是真的是會破壞 大大的破壞 最高法院有相關的案例喔 那它顯示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最高法院相關的判決判例喔 它是很明白的說原住民保留地不可以由非原住民持有 那所以如果原住民把這個原住民保留地賣給這個非原住民的話 這個買賣契約是無效的 這個是最高法院的見解 但是最高法院又同時有一個見解是認為說 在保障這個買賣契約的旅行的這個抵押權的設定契約是有效的 換言之就是說今天雖然買賣契約可能因為這個到法院去然後變成無效 但契約卻得到這個保障 就是說這樣的話其實沒有辦法真正的防阻這個非原住民去企圖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來使用 因為它還是有充分的保障 那這個部分變成很吊詭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原住民保留地的目的的編地目的在我們目前的法制上面很清楚的是說 要保障原住民的生計以及生存權 那要避免原住民因為他的保留地的喪失而流離失所 那今天一方面認定說原住民保留地的買賣與非原住民是無效的 另外一方面又保障這些買賣買受這個原住民保留地的非原住民的權利 就是說他的這個旅約的這個相關的權利都要得到保障 這個部分是很吊詭 我認為就是說我們不管是相關的單位 甚至司法機關應該就這個部分有特別的一個重新檢討或檢視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先來這個項目 已經是為了解的 而且我們現在其實各種一種個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